你看 这就是乡下阿嬷的家 红砖墙红瓦片 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 要聊天就坐在厅门口 乡下阿婆最会种花 鲜花盛开多美丽 蝴蝶也飞舞着赶来闻香气 松鼠高兴地在树上蹦跳 小孩也来捉迷藏凑热闹 阿婆挑水来浇花 这种黄花会结瓜 长长的瓜儿粗又大 乡下人喊它叫菜瓜 可爱的小鸡和小鸭 最喜欢住在我们农家 这儿的土地大 同气好 一起散步 一起奔跑 自由自在 真逍遥 乡下人吃水果不用买 想吃什么 只要伸手摘 乌前乌后的水果长得大又好 香蕉木瓜和柚子 哪个是哪个 你可认得出来 我们果农是种水果的专家 知道什么时候要浇水 什么时候该施肥 什么时候才可以尝到新鲜水果的滋味 我们虽然不是钓鱼专家 捞鱼捕鱼的技术也不差 无夏天的日子 只要一杆在手 就能捕条大鱼带回家 水牛爱洗泥巴澡 洗了澡 蚊子苍蝇不会咬 水牛也爱吃青草 吃饱了 就可以把车子拉着跑 来哟 大家停工吃点心 油饭炒米粉是热食 香喷喷的最好趁热吃 绿豆汤先草冰 喝下肚子透心凉 自己选一选 爱吃哪一样 农夫做事最勤快 割完稻子 接着就晒骨 院子里黄沉沉的骨粒 让鸡鸭鹅吃着肚子圆骨骨 这不是磨豆浆 这是推土龙 你看稀奇不稀奇 金黄的稻骨里 蹦出了白白的米 一呀一呀 推石磨 白米磨成了米浆 米浆可以蒸年糕 冒热系的年糕 闻起来蒸香 今年风调雨顺大丰收 农民吃穿不用愁 只有农夫快乐还不够 还要让神明开心笑呵呵 我来敲锣你打鼓 叮叮咚咚咚 大家来跳舞 街头向尾绕一圈 家家快乐过新年 你 还能做成人的 火程 最后 火程 小白 小白 小白